玩乐鞋糖 嗨 朋友们 金妮姐姐来咯 今天我买了一个乐高的新玩具 一起看看吧 就是这个 我们赶快用剪刀把它们拆开咯 哇 你们快看 朋友们 棒棒棒 是一个漂亮的相框金木玩具 我们赶快把它拿出来看看 你们看 这个里面有好多块小型的金木 黄色 青色 紫色 粉色 白色 和黑色 同时呢 中间还有一些大的板块 这里还有一个说明书 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 我知道了 原来这是一个可以拼成相框的金木 哇 有黑色的底板 紫色的底板 粉色的底板 哇 天呐 这里还有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图 我要做我要做 把这三块相框 用金木 全部拼出来 到手吧 首先我们来拼 紫色底板的这一块 接下来要把两块紫色的长方形按上来 接下来是第五步 接下来是第五步 上面的花色呢 我们需要用到粉色 青色 和白色 嗯 嗯 我决定了 要先把所有粉色的金木拼好 接下来拼白色 最后用青色来填充 好喽 你们看到了吗 四个角上的粉色全部拼好了 接下来我们拼白色的部分 哇 所有的白色拼好了 再接下来就是青色 第一个小的相框完成了 你们快看 这个小相框呢 我们先放在这里 接下来的一步 我们要拼凑粉色底板的 这一个长方形的相框 动手 这样第二个相框的底部就做好了 这样第二个相框的底部就做好了 翻过去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哇哦 是这样的花色 它需要用到紫色 青色 和白色 哇哦 快看啊 我第二个粉色底板的相框 装好喽 两个已经装好了 这时候最后一个最大的相框了 黑色的相框做好了 首先我们要用到紫色粉色还有青色 最后一个相框成功哦 好了 这三个相框完美的完成了 可是 剩下的这些积木该怎么办呢 嗯 放在哪里 有啦 刚刚拆开的盒子 完全可以收纳这些积木哦 这里放粉色的部分 相框里面不放照片真是太可惜啦 那我们现在就和它们合照一起放进相框里吧 第二个相框有一点点偏小一些 宽宽的 最后一个相框 最后一个相框 小小的 那 就像大头贴 我们一起来拍一张 好喽 好喽 快来看看我的作品吧 好了朋友们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你们喜欢这个乐高相框吗 留言告诉我吧 不 别忘了点赞 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